暑假的时候,我和弟弟一起回外婆家去了 外婆家虽然在海边,但是也有森林和河川 我们还交了很多朋友呢 那是一个晒得很黑,很黑的魔法的夏天 魔法的夏天 放暑假了,但是爸爸和妈妈都还要上班 今天,我还是和弟弟去学校游泳 然后,打电动玩具,喝麦茶,还吃了洋芋片 哦,真无聊,还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可以做呢? 这一天,舅舅寄来了一张明信片 小庆和小玉都还好吗?不回乡下来玩吗? 如果你们回乡下的话,我会再带你们去海边玩哦 再见 太棒啦! 于是我和弟弟请求爸爸和妈妈 答应让我们回乡下外婆家去过暑假 耶! 再见了,东京 我们的暑假真正就要开始了 在乡下时,每次只要跟在外婆后面 路上遇到的人都会问我们 你妈妈好不好啊? 舅舅家开的是一间理发店 舅舅看到我们两个人就说 你们皮肤太白了,这样可不行哦 接着就帮我们捡起头发来了 第二天,我们就和这里的孩子们变成了朋友 他们每个人皮肤都晒得好黑哦 我在我们班上,其实皮肤算黑了 可是这里的新朋友连脚趾头都是黑的 一开始,我们先去抓昆虫 大家都用跑的 哥哥,他们跑得好快哦 我和弟弟都跑得很喘 不过还是拼命地跟上大家 我也想爬树看看 哇,我的手 我的手和脚都磨破了 有一点点痛 我们度过了好几次小河川 才抓到蜻蜓 每一只都好大哦 不过,弟弟跌进河里两次 我也跌进河里三次 鞋子里面都是水 走路时还会发出 吱吱的声音 在沼泽玩的时候 只有我和弟弟被蚊子咬了 被咬的地方好痒好痒哦 快要受不了了 我们两个觉得好累又好脏 而且脚都湿透了 弟弟因为太累 开始哭了起来 还边哭着说 我这样也走不动了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滴滴答答的 天空竟然开始下起雨来了 咚咚 没想到才一下子 就变成下大雨了 哇啦 然后又变成了清盘大雨 可是好奇怪哦 我们都觉得好舒服 这是我们第一次 淋到这么大的雨 黄昏时下的雨 让我们好像在洗天然雨呢 也让我们好想一直踩 一直踩地上的烂泥巴 不知道回家会不会被骂 我们心里一直很害怕 可是回到家时 舅舅和舅妈都没有生气 只是对我们说 你们回来啦 洗澡水已经放好了 赶快去洗吧 然后很大声地对我们说 明天要去海边玩咯 晚餐好好吃哦 我们晚餐吃了好多东西 简直要吓死人了 番茄和小黄瓜 都是刚从田里栽回来的 豆腐是隔壁豆腐店做的 鱼也是今天早上 都还在大海里游泳的鱼呢 吃完晚餐 我们什么也没做 就直接睡觉了 棉被干干爽爽的 还有太阳公公 晒过的味道呢 第二天去海水浴场时 天气简直好到不行 在学校里游泳的时候 只能游一个小时 可是这里完全没有限制哦 我游得很高兴 甚至还接受旧旧的特训 当我带着蛙镜往海里看时 有好多好多小小的鱼呢 沉落在大海里的夕阳 好大好大哦 我已经晒得比昨天还黑了 我现在已经有办法 比别人还早起了 也有办法把西瓜子 吐得比别人还远哦 吃病棒时 还种过两次 再来一只 我还可以自己搭电车 去帮忙买东西 也有办法比以前 还敢拿仙女棒 拿到剩下一小段 现在我们去钓鱼吧 海潮高度刚刚好呢 舅舅对我们这么说 舅舅在防波堤上 一直帮我们设陷阱 你钓钓看吧 我把舅舅拿给我的钓杆 用力往大海里甩去 没多久 钓线就被拉紧了 而且还开始动了起来 快往上拉 吃沙丁鱼 我一次就钓起了五只沙丁鱼 把鱼儿装好再放下钓杆 没多久 沙丁鱼又上钩了 我们越玩越觉得好玩 不断把钓杆往海里甩去 旁边的人都称赞我们是 钓鱼达人 回去后我们数了一下 没想到总共钓了两百只鱼呢 外婆帮我们榨了沙丁鱼 还煮沙丁鱼丸汤给我们喝 我总共吃了六碗饭 我弟总共吃了四碗饭 这是我们的新纪录 我开始想 开学后 我还要继续住在这里 对了 明天打电话回去 问爸爸看看好了 可是 就在当天晚上 弟弟梦到了很大的雨在追他 他被吓醒了 还哭了起来 我们回家啦 我明天就要回家 你们已经是这里的小孩了 下次要再来玩哦 要离开时 舅舅这么对我们说 我们也很大声地回答他 当然啦 我们一定会再来玩的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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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